我现在觉得好像结婚 我刚才看到以为在这里有人结婚 在这里这么开心 原来是欢迎我们 很开心 这里的地势比较低 所以经常会有水浸的情况出现 而且水可能盐分很高 它们会浸死的菜 所以军明会教它们如何将它升起来种植 除了星形之外 还有芯形 其实形状不重要 最重要是种植方法 就是将泥土升高才种植 这样才是重点 它们除了要收集一些雨水之外 平时用完的淡水 它们都会存在这里 用来淋花 一点也不会浪费 另外它们还有一些布袋种植 除了可以避开那些盐水之外 还可以在不同的布袋里 种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蔬菜 是一个小小的后花圆 只要用一些不同的种植方法 就可以为它们解决了一些环境的限制 它们将那些幽影放在牛份上 让它们吃了那些牛份 然后用幽影的肠排出来 原来听说那些养份更加高 所以要来种菜是更加好的 另外大家看到这里有个孔在这里 其实那些幽影在这里 养了10至12天之后 在这一边就会放一些新的牛份 然后那些幽影就会从这个孔 那里拉过来新牛份这一边 这一边那些肥料 就可以拿起来种菜 原来以前它们就是要去市场 那里买一些肥料 和一些除虫剂 但是学了这个幽影堆肥的方法 它们是可以自己在家做 它们不需要再给钱去买肥料 它们除了学会了这个幽影堆肥之外 它们还会在自己后院那里种菜 可以自吸自足 其实Rampel这个地方 除了因为近海 它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所以它的土壤研发的问题很严重 之前那些农作物的收成是比较差 但是自从孙明会教了它们有机种植之后 它们的收成好了很多 它们除了可以自吸自足之外 有时多了还可以拿去卖 可以增加了家里的收入 好了收入就可以帮补到小朋友的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机耕种 它是不会影响到泥土 所以它们可以持续下去 一路自己种自己的菜 所以非常之有帮助